阿洛哈 大家好 我是平 好又回到我們苗咪大戰爭的時間啦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打什麼關卡呢 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我們今天呢 要來打大家萬眾所期待的 也就是我們的 公墓武藏啦 那其實最近哲平的聲音 應該慢慢的已經回復了 大叫或是尖叫之後 阿阿阿阿阿阿阿 都應該不會影響到我們咳嗽了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喔 那我們今天呢 就來打一下我們的公墓武藏啦 那公墓武藏 基本上它好像是一隻 不死系的敵人 所以基本上 應該也要用我們不死系的貓貓來打他這樣子 那我記得我之前好像有印象 我們公墓武藏的攻擊 好像會自帶波動的感覺 所以這邊的話 應該也要帶一下我們章魚狐帽 那基本上哲平也沒有打過我們的公墓武藏 那只有平而一擠的一些印象呢 來看一下 到底能不能用我們一些比較厲害的貓貓來跟他對抗喔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來調配一下我們隊伍囉 那我們就先用這套隊伍來挑戰一下我們公墓武藏 那我覺得應該是不太可能會一次過啦 所以就是慢慢來調整一下囉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大膽環球隱城喔 應該是要念環球隱城的樣子吧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還滿有趣的好不好 這個關卡應該就是我們公墓武藏的最後大本營囉 那它應該就躲在這裡面了 那我們就開始在公墓武藏到底長什麼樣子吧 LAST GO 那其實這個關卡的話 公墓武藏應該是還滿難的啦 所以大家還滿期待的 其實我自己也是滿期待的喔 OK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一開始是沒有出現什麼敵人 那我們就先升一下錢包 因為怕待會的話 公墓武藏如果出來的話 就必須要有很多強力的戰力 去跟它對抗 才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那這邊的話呢 一開始出現我們一般的小敵人囉 那小敵人的話呢 就是用我們的強包去把他引到端地板喔 因為小敵人會鑽地板 所以喔 這邊的話先派出我們強包去讓他鑽地板 那鑽地板之後呢 我們再派出我們的那個 那個 我們的猴蟹喔 那這邊啊 爆炸了之後呢 是出現我們的公墓啦 那公墓的話呢 應該就是 欸 過一段時間會出來 那他這邊的話 攻擊好像是沒有波動的欸 所以他應該是有機率會波動的喔 因為我記得之前有看別人打過一點點 然後他好像是會有那個什麼超強波動喔 所以這邊的話 隨時的話 可能都要處理一下 我們的那個章魚狐貓喔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的猴蟹是 順利的可以成功進化到我們的那個小敵人 所以應該是還好的 那這邊的話 公墓武藏的KP數喔 喔 這邊的話呢 攻擊好像不是公墓的波動 是他的塔 所以是他的塔會有波動傷害 所以這邊的話呢 偶爾還是要就是 算一下他塔的那個開砲時間 然後處理一下我們章魚狐貓 不然其實我們陣型的話 很有可能就被他的塔給打掉喔 那剛剛的話是出現一隻那個 不死系列的猩猩啦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盡可能就是 出多一點的猴蟹來跟他硬橫喔 那這邊的話 我們也可以先出一隻我們的那個 不死的那個 打不死的超級強打手 也就是我們的初號機啦 用我們初號機來打一下我們的那個星星 應該也是不錯的喔 那這邊的話呢 盾牌也是可以加派一點點 那我在想喔 如果我們的公墓武藏 他的KP數是還滿高的 那待會的話 其實我們也是可以利用他一些 呃 他的那個 呃 在KP的時間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一下他KP的時間 叫出我們的那個 不死的那個殺手 我們的那個寶島娘 會叫我們的哈哈姆出來打他 應該也會不錯喔 哇 不過我們這邊的話呢 公墓武藏的攻擊距離其實非常遠的 所以 其實有點恐怖喔 OK 這邊的話呢 讓他鑽地板的話 我們這邊的話 先把我們這隻小敵人打死之後 再叫出我們的寶島娘 OK 寶島娘出來的話呢 應該是可以打到我們一下我們的公墓 啊 這邊好像有點出的不太好一點點 所以這邊的話 公墓是直接一棒就直接把寶島娘給打死 所以這邊的話 公墓的攻擊力也算是很高喔 那這邊的話就是 要注意一下 隨時都有可能會開砲的貓咪砲 那我覺得這關的話 要出我們章魚虎貓的話 可能就是要算一下 就是對面開砲的時間喔 因為這樣出出來的話 才會達到最大的效益 那對面的話呢 對面有一隻海豹鑽地板過來囉 那這邊的話 要盡可能的 趕快把這隻海豹給打死 不然其實他一直在打我們的塔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哇 我覺得這邊有點麻煩 因為我們的海豹在咬我們的時候 會讓我們暫停 所以這邊的話 讓他有機可乘 打到我們塔 那這邊好險我出我們的拳擊貓 還把他打飛了 不然其實我們這邊 應該就要敗陣了喔 所以 覺得這關卡的話呢 真的要好好地思考一下 對面的那個 開砲的時間喔 因為 如果在他開砲的時候 我們有出我們章魚虎貓 有順利的躺住的話 基本上我們後面的貓貓 基本上是不會死一片的 因為 他那個貓砲 好像是一開出來 我們後面的貓貓 就幾乎多死一片囉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弓木武藏 其實他的攻擊距離算是非常遠 不過他的攻擊 吸擊時間算是中等喔 而且 他這邊的話 很容易KB 所以 基本上可以慢慢地跟他耗啦 那 基本上比較麻煩就是我們那個 不死的海豹跟不死的星星 就是 他們出來的時候呢 要盡可能用一些不死的角色來打他們 比如說 這隻袋鼠也是喔 像袋鼠的話 可能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我們就出多一點的 我們那個拳頭貓來跟他打一下 不然 他馬上出來打一下我們的塔 我們的塔應該就要爆炸囉 喔喔喔喔喔 果然 好不好 直接爆炸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換一下 就是我們那個攻擊型連組來打一下 讓我們那個 侯仙阿 能快速地把我們不死敵人給進化掉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好的 那這次的話呢 我把我們的那個超大傷害 再換成我們的鱷魚攻擊效果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初號機跟我們的侯仙大戰 都是鱷魚攻擊我們不死敵人的角色啦 所以我就換一下 看一下這樣會不會比較好打一點點喔 那剛剛是打到我們19%了 其實我覺得有機會喔 如果我們能夠 就是抓準對面貓砲的時機 或是他們就是過來的時候 我們能夠用一些比較厲害的貓貓 先把我們的不死的海豹跟不死的袋鼠打死 應該就更有機會囉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一樣就是用剛剛的打法 我們就先派一次那個 我們的坦克出去 然後讓他鑽地板之後呢 再派出我們的侯仙大戰喔 但其實我覺得這關的話 最可怕的敵人 應該不是我們的公木武藏 其實是我們的貓砲 再加上其他不死敵人喔 其實公木武藏的話 基本上 他被我們的侯仙打幾下就後退了 其實沒有這麼的可怕喔 那不過公木武藏最麻煩的就是 他的攻擊距離比較遠一點點 而且他的棒棒其實是非常痛的 所以這邊的話 大家一定要特別小心一點點囉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先出我們的盾牌 然後疊我們多一點的侯仙大戰 這樣過去跟我們的公木武藏玩喔 那待會的話一樣打法就是 如果有機會的話呢 我們就是會出一下我們的那個 包島娘 或是出一下我們的那個 哈姆特 來先去打一下我們的那個公木武藏喔 就是削減他的血量啦 就是讓他能夠在最後一趴的時候 讓我們的那個猴穴 或是讓我們的初號機打到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那這邊的話 我們第一波比較麻煩的敵人要出現 也就是我們的不死星星啦 那不死星星的話呢 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先出一支我們的初號機 來跟他硬仗喔 就是盡量不要讓他們靠近我們的那個塔啦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一定要把我們的貓塔 就是用多一點的血量喔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先出一隻大狂暗蛋 呃 大狂暗牆就好啦 因為我們剛剛的話 其實都是出我們大狂暗牆 就是不要浪費太多的時間 要出多一點我們那個坦克喔 因為這樣的話 可能會浪費我們的金錢囉 那這邊的話呢 把我們的那隻小鱷魚打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派出我們的那個寶島娘了喔 那這邊的話 等我們的公木武藏先攻擊喔 攻擊完畢之後呢 趕快派出我們的寶島娘 起碼也要打到他一下喔 這樣的話就可以用我們的那個寶島 唉唷 你在打什麼東西啊 我的初號機啊 好 這邊的話 初號機 讓我們的寶島娘沒有打到我們的公木武藏好不好 哈哈 因為他直接把我們的公木武藏打到KB了 然後我們寶島娘就衝出去自殺了 喔 其實這不是一個好的G命喔 那我覺得其實要不然就是也可以 就是把我們的初號機拿來打一下我們的公木武藏 那其他時間呢 就是交給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寶島娘來打一下 我們那個其他比較厲害的一些敵人囉 這樣我覺得應該也是會不錯的喔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我們初號機跟公木武藏的對決啦 那這邊的話 比較麻煩的第一隻角色出現了 也就是我們的海豹了喔 那海豹的話呢 應該是可以靠我們的那個 猴穴先撐住喔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戰線拉的還滿長的 他應該不會鑽太遠喔 可是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靠我們的猴穴 然後待會的話 還可以派出一隻寶島娘 那用我們的寶島娘來清怪好了 我覺得這一場的話 我們嘗試就是用我們的寶島娘 來清一下這些不死敵人 我覺得應該會不錯喔 哇塞 不過這邊的話 貓砲真的是很討厭 他直接就直接把我們的那個坦克陣型給清掉了喔 這邊的話 真的是很難打喔 這邊的話 就盡可能需要我們的猴穴跟我們的寶島娘 來進化掉我們的不死敵人 哇 這邊是直接被我們的不死敵人給咬死的寶島娘 這邊的話 其實非常麻煩喔 不過沒關係 我們這邊還是撐住了第一波 但其實我覺得這關卡的話 就是努力的就是應對一下 我們其他那些比較麻煩的角色 比如說我們的不死袋鼠 或是我們的不死海豹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點 盡可能的就是用我們的猴穴 或是用我們的寶島娘 來進化掉我們的不死袋鼠啦 拜託啦 這邊 寶島娘出來 做事 哇 這邊 寶島娘每次這一次都空虧欸 做事 寶島娘 快做事喔 寶島娘 拜託拜託 喔 沒問題 這邊的話是猴穴作射 他可以打到公墓一下 那其實算是還不錯的喔 那 其實這邊最麻煩的就是因為 沒打完公墓一下之後呢 我們的寶島娘 他就會開始 他就會開始暴衝了 所以這邊的話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不過我們這邊的話 是可以先出一隻雛號機出來了 那就交給雛號機去進化一下我們的公墓武藏 那其他時間 就交給我們的寶島娘 來打一下我們那個不死袋鼠 或是我們的那個不死的那個海豹喔 這邊的話呢 待會星星你出來了 星星出來之後呢 就先派出我們的寶島娘啦 喔喔喔喔喔 好險 好險 我以為這邊的話 我們的寶島娘會被我們的公墓打死 應該還好 這邊還可以再打一下我們的公墓 所以算是還不錯喔 不過這邊的話 就要因公殉職了 呵呵呵 那待會的話 應該下一波就是我們的海豹啦 不死海豹喔 那不死海豹的話 其實也算是蠻麻煩的 哇 這邊直接被我們的小鱷魚 給咬死我們的初號機了 這邊算是還蠻麻煩的喔 好的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我們的海豹是出現了 那我等了很久喔 所以終於等到他們了 那這邊的話呢 哲平我會先做一個嘗試 就是他們等一下鑽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是初號機跟寶島娘一起出出去喔 因為這邊的話 感覺會比較好防守一點點 你看我們這邊的話 貓砲直接 伊朵拉庫直接把我們的那個盾牌陣型全部都打掉了 太扯了吧你們 這邊的話 我們就先派出我們的初號機跟我們的寶島娘喔 就用這兩隻來 就是快速的進化掉我們的海豹跟那個 這邊的不死敵人會比較好一點點 就是趕快保密一下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其實後面的 哇唷 這邊的話 我們的寶島娘又殉職了 其實這邊的話呢 就是用這個方法打會比較穩一點點喔 因為我覺得其實 這邊的話呢 剛剛如果就只派我們一隻寶島娘 或是派我們一隻初號機 基本上會比較難打一點點 我們就是用這種比較保險的方法來跟他硬車就好了 因為基本上 我們的公墓武藏 只要這幾隻角色止掉之後呢 其實是非常好打到後面去的 是不用那麼緊張的 因為看我們的喉嚇打個幾下 基本上 他就會被打到後面去了 這邊初號機 又可以把他打到後面去 算不算 我以為這邊是我們的公墓 呃 結果不是是小敵人進化 啊 太可惜了 如果這邊的話是公墓進化的話 我一定樂翻天 好不好 這邊的話 好 沒問題 這邊又靠我們猴蟹打到後面去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猴蟹這邊的話 算是在保護我們的初號機喔 因為其實初號機的話 他如果再被我們的那個 呃 公墓武藏打到幾下 很有可能就直接暴斃囉 好 那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其實是沒有再出現我們的星星喔 所以這邊的話 哲平就要來一波大坦的嘗試 我們直接先把初號機派出來喔 因為這邊的話 把他們扣住也不是辦法 所以我們就盡量的就是 來賭他們就是已經不會出那幾隻 比較厲害的那些不死敵人囉 我們就跟他來拼拼看囉 好不好 初號機出出來 因為初號機其實 比起我們的那個寶島娘的話 他是更能夠打到我們的公墓武藏 而且能夠撐的時間也比較多的喔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先用我們的初號機來打一下囉 好 沒問題 那這邊的話呢 希望後面那些比較厲害的那些不死敵人 這不要出來 咦 這邊順利的直接 哇 果然好不好 這邊直接順利的直接用我們的 初號機進化掉了我們的公墓武藏齁 太好了 啊 完了 我現在最擔心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我打完這關卡 他們 他們不給我公墓武藏就好笑了 拜託 拜託 那我打完之後他給我公墓武藏 拜託 我求求你們 那這邊的話 好像打了幾回合之後呢 就是不會再出我們的不死海報 跟不死星星 跟不死袋鼠了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順利的進化掉了我們的 喔 公墓武藏了 那希望拜託把他毀掉之後呢 是給我一隻公墓武藏 拜託你 拜託 拜託 不然我就要哭了 拜託啊 一定要給我公墓武藏啊 不然我又要重打一次了 我真的會哭出來哦 拜託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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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可以順利的把我們 大膽環球隱城的塔給帶掉 拜託 公墓武藏 阿~~~ 阿~~~ 很好 好那我們今天介紹的關卡就是我們公目五張的關卡啦 好不好 那我沒辦法讓你們乾公目五張之後是什麼樣子啦 因為我沒有拿到啦 就這樣啦 大家掰掰啦